主料,冰皮粉160克,主料,紫薯,黄油,奶粉,椰子,白糖,色拉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蒸好的紫薯过筛,放入奶粉一勺,色拉油一勺,糖适量搅拌均匀,紫薯,我忘记称重了,但调烤后的紫薯线是170克,冰粉内放入奶粉一勺,黄油, 二勺化开的,椰子半罐搅拌成软银式粽的面团,爱皮米10克,线35克分成军等的粉,一定在上面盖个保鲜膜之类,防止干裂,用冰皮包线应该是1比1,我怕如此掌握不好,所以没尝试,放入月饼模具内,事先在模具内撒点薯粉,轻轻一扣,月饼就出来了,因为食材是熟的,所以直接吃就可以, 大家都说放冰箱一碗,口感会更好,但我觉得没多大差别,软,于是,我打火蒸了5分钟,感觉棒极了,甜甜的带着野奶的香味,还有点糯糯的,很不错,比做了直接吃要好,还是半透明的,好看,烹饪技巧,紫薯过筛,是为了口感更加细腻, 紫薯已经很甜了,所以少放点糖就可以了,饼皮我没有放糖,感觉味道正好,椰汁是甜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